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重腐烂 漂浮处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就是株洲县自来水场 一位养羊的村民说 不敢让他的羊和这里的水 今年福建省降雨量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六成 居有记录以来最少年份的第三位 其中地处福建最南端的昭安县 已经连续干旱八十天 达到气象特旱 成全省最渴的地方 中国建设银行今天公布年报 国际投资人对路营利差缩小 获利衰退 坏账风险等充满疑虑 投资不乏谨慎 新唐人雅的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